最近嗓子有点不舒服 身边的暖洋洋越来越多 宁光院士推荐的居家食尿小庙方 都是家里最常见的食材 做法也很简单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都可以收藏起来 需要用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种新鲜柠檬泡水喝 没有症状或者就有点鼻塞 那么你就用点新鲜柠檬泡温水喝就行了 我用的是四川安月黄柠檬 皮薄多汁 泡水喝酸酸甜甜 口感清香 味道很不错 第二种葱白姜片红糖水 虽然发热了但是没有汗 你就用红糖姜汤再加点葱白去煮水喝就行了 红糖20克加生姜3片 然后葱白两段加水300毫升就够了 然后煮沸后热饮 我用的是云南老红糖 淡淡的甘蔗清甜 口感纯正不甜不腻 没想到大葱和红糖搭配煮水味道也挺不错哦 第三种冰糖炖雪泥 干壳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冰糖炖一点生梨 就一直生梨挖空里面放点冰糖外面放点水把它炖一炖 然后喝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加一点百合 加一点杏仁粉 如果有金银花加一点金银花就够了 安徽荡山的素泥至多香甜皮薄肉嫩加冰糖炖出来的口感真的超好吃 第四种金鸡煮水带茶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可以呢三到四个金鸡煮水带茶就够了 广西荣安金鸡可以带皮吃的小金鸡 皮脆肉嫩香甜可口 煮好的金鸡茶清香铺饼 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喝 这四种方法简单又实用 身体不舒服 你就赶紧试试吧